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一个大招创掉敌方C位大半管血 一二技能转着转着对面就突然没了 这还是你印象中的新版德扎吗 首先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新版德扎的技能 被动变成了对敌方造成伤害后可以获得真实护盾 护盾上线受额外生命值影响 一技能就是转个圈 对周围目标造成伤害 同时留下自恋火种 火种可以叠加三层 每层都会增加50%的基础灼烧伤害 一技能配合灼烧效果 便是哪吒的主要伤害来源 二技能取消了控制效果 并且短时间内不能对同一目标释放 但CD大幅度减少 并且可以对敌方造成伤害 大招取消了全图开视野和全图飞的功能 但现在可以对范围内的敌方单位 中立生物和防御塔作为目标 这里要注意 现在的哪吒使用大招式不能通过方向键 把敌人推回来 只能对敌方英雄造成伤害后 三秒内可以快速释放的大招才能推回来 说完了技能 接下来我就聊聊我个人对哪吒的看法 重做后的哪吒虽然有真实护盾 但是素质方面还是不够的 叠盾的速度还没新赛季加强后的小兵打得伤害快 在线上基本就处于一个谁也打不过的状态 那线上打不过就转野区 正好地图扩大 大招能更好的支援队友 全肉出装也能让真实护盾更多 想法很美好 但是刷经济速度很慢 一二三技能都是受额外AD加成导致伤害低 全肉也只能在人群中多打两个滚 素质更看队友的缺点仍旧存在 正当我迷茫时 突然看见了一套国服出装 此时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越是出肉装 就越会发现肉装的强度是有极限的 既然如此 那就不做肉了 名文 十宿命 十引力 十阴眼 出装 红刀攻速鞋暗战斧苍穹 冰痕之卧 破魔刀 攻速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们前期的续航 苍穹可以让我们在释放大招后的三秒内拥有75%的免伤 基本不用担心坦度的问题 这套玩法的好处在于 发育速度很快 成型后一技能挂上 除了坦克 见谁秒谁 团战伤害极高 后期最次也能跟敌方C位一换一 缺点在于打法需要适应从开团成伤限制C位变成后手进场打出鸽 没有苍穹的情况下容错率较低 接下来说说具体玩法 开局可以先A一下两只蜥蜴 用一技能转蓝buff 走到中间位置利用一技能的范围伤害刷双眼 四级时我们强度非常高 释放大招后的免伤配合一技能的治疗效果 只要敌方C位不是满血 3A1A2A就能轻松带走 面对男女王这种高爆发打也更是丝毫不虚 重做后的哪吒大招CD相比较 老哪吒的短了很多 在蓝buff的加持下 前期20多秒就能放一个 我们可以利用大招来跑图刷经济和捡人头 毕竟打也不变的真理是经济压制 到了游戏中后期 我们的作用就是带线收割 先处理远端线 如果打起来了就第一时间飞敌方C位 此时敌方技能基本处于控创期 你可以死无际的在人群中 21翻滚挂火种伤害 此时你会发现对面突然就没了 我个人认为输出哪吒还是有一定强度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练习熟练后 拿去排位上分 走了 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查看 这个视频 横威 突然知道 COM ���